我是唸藝術系 你知道早期去美国偷授 大部分是偷什么 理工科或自然科学 你看好探紧 那种外出就有头路 少人去讨藝術 音乐那些都少 我去的也是理工系为主 我是讨藝術系 结果没多久的同学就知道 台湾来的同学就说 听说你讨藝術系 我说是 你应该有一堂课叫做人体素描 我说有啊 他又知道 当时上课 我说这跟你什么关系 我什么时候上课 还特别针对人体素描课联盟 我说礼拜三下午2点 好 知道 你就走 我到隔一个礼拜开学了 开始上人体素描课 下午2点 我那个老师 人体素描课的老师 比较小 他在家旁边 就搭海报 或是捕组 用帽子搭 别人这样行 直接看到裡面有裸体 搭得很好 很浪費 結果差不多上課十分鐘以後 我坐的位置 手機前關機 我很容易被打擾 因為我的機力不太好 說一下 我帶去我就想不回來了 我到了 比如說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 我在最大的地方就是我的入口處 就開始 我過到差不多十分鐘後 就把鎖上的海報蓋上 把鎖開 站在這裡再蓋上 結果還有一個人 站在這裡再蓋上 我就知道這一定是台灣人來的 想說站在這裡應該看得久 站在這裡就蓋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們那天的模特兒 是美式足球員 兩百公分兩百公斤的大男生 雞肉男 還看這個要做什麼蓋上來 我敢說這陣台灣來的學生 在來的路上 充滿期待 今天就抱著 抱著 一定看到 結果沒想到走到這邊 遠距離看的是這個 這跟台灣人一樣 過去每一次選舉要搞 他就帶著很多的期望 去投票 神聖的就要投了 他就帶著 怎麼會這樣 這個人給我算出來 怎麼會這樣 以前阿扁的動作 那時候 沒有人不想說 我事不宜沒有 我說怎麼會這樣 我努力老闆把你算出來 就是叫你幾個台灣人 快聲 放在你旁邊 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子 你期待很高 失落 落差很大的時候 你就 不客氣了 就用台灣人過去經歷的經驗 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直接進入主題 下一張 來 給我看一下 還是先不講這個好了 來 我們先來 先來走到鳳梨那個地方 我直接跟他們講鳳梨好了 到鳳梨那一張 中間眼睛閉起來不要看 這是誰 錯 不是只有海 鳳梨 還有什麼 海 還有下面這個 還有天空 照比例來講 這還不是最大的 結果大家在講鳳梨 村子都沒看到 你有沒有發覺你很奇怪 我們連認知事情 perception 認知事情的中 只認識那個所謂的鳳梨 村子都沒看到 忽略了 那叫做 agenda being set up 就是你的議題被人家設定 所以你只注意那件事 村子都看不到 所以他叫你去選基準 你的議題都鎖在藍綠裡面 藍綠以外的實際你看不到了 就藍綠幫你算了 補帶魚一樣 補帶魚左手和右手 我以前小時候去看有人補帶魚 真的要看 不是只看補帶魚 去看補帶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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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看補帶魚 前面在演 後面就看到媽媽在吃冷 吃吃飯 就剛好中間是那個布曼 那個屏幕 你的左眼看 左手邊是煙魚 右眼看就是後面 背景就是吃冷吃飯 他說落渣好大 好 一樣 我們現在看 你是看台面前還是台面下 台面上還是台面下 人前 戲前還是戲後 你現在就叫人 台灣人都叫人 藍綠之後後面是什麼東西 後面是中國國民黨的流亡政府 在台灣 要把你都吃起來 今天不是說這個 我今天是藝術使節 說到藝術使節 我請問你 民政府的課 教你說跟政治有關 怎麼說藝術 為什麼要說藝術 台灣人過去都沒有這種教養 因為藝術是帝王之學 是統治者在學的東西 不是你們這一些奴隸要學的東西 他們怎麼要幫你教 所以你的藝術課 都拿去上數學課 去投給別的課 取代了 有一個科技 不幫你教這個 現在短時間 既然你們來要做 阿伯民政府的官員 你就要受到很好的教育 你不會藝術 你怎麼統治這群外面的人 你沒有短時間裡面 你的位置給它挖得更高 你騙什麼去投給那裡 沒有啊 沒有載掉 我們先從這裡講起 你說這個用來 好 我有一個作業 叫做跳躍性思考 跳躍性思考就是 我要先給你一個物件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麥克風好了 那你根據這麥克風聯想 聯想 你知道什麼叫聯想 想成另外一個東西 把那個東西畫出來以後 再從這個畫出來的東西 再去聯想到第三個 在這裡下去 來 下一張 所以根據剛才那個鳳梨 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學齡前的小朋友 學齡前的還沒有進大班 還沒有進小學的 學齡前的小朋友畫的一張畫 他就畫我剛才用來 就根據我所謂的 跳躍性思考才畫 請問這裡面有幾個鳳梨 幾個鳳梨 鳳梨有幾顆 他都是在跳躍性思考的結果 跳了幾步 有幾個鳳梨在這裡面 根據鳳梨所畫出來的東西 整個都是鳳梨 但是他是透過鳳梨 去跳躍性思考 這裡面有幾個 27個鳳梨 鳳梨 沒有啦 我只是說 好 我給你們30秒去思考 接下去我就問 用舉手的方式 不要30秒 我10秒就好了 先問 認為這裡面只畫一顆鳳梨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問問你有看到兩顆鳳梨的請舉手 好 有看到三顆的 有沒有 有人看到三顆 看到四顆的嗎 四顆以上的鳳梨請給他手 有這麼多喔 好 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大家都不會反對一件事情 最像最最像鳳梨的 這顆 這顆 對不對 大家都同意了 沒有反對意見 直接看著我 沒有錯 這小朋友第一個就畫這個 因為學齡前 這樣算得很厲害 已經畫得不錯 第二個 他跳躍性思考 跳成哪一個 告訴我 你的馬上跳這個 這個算不算 是 他的第二個是這樣的 但是鳳梨變成太陽是怎麼看的 你要去跑到他的腦袋後面看 從上面看是不會喔 就要從鳳梨的下面往上看 為什麼中間被擋住了 鳳梨滑口長長的跑到外面 這樣看 有人不知道嗎 不知道我就要改水 有人不知道什麼 鳳梨 鳳梨如果要生這樣 上面是長長的 你剛才會比較看起來 是不是中間的圓圓還在 長長的有旁邊走出來 就變成太陽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後來一個 下一個 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這個怎麼看 對 剛才從下面往上 是從上面往下不切 整顆鳳梨就聯想 然後就這樣 對不對 因為鳳梨長長有一點點館 可是他這時候已經 從太陽的概念跳成什麼 時鐘 你剛才說 你是根據什麼判斷 他是畫時鐘 有數字 數字下一下 1 2 3 下到哪裡 27 怎麼時鐘 你們到底時鐘27個 27點 這是好問題 你要問喔 一天為什麼24小時 你認為24小時 可不可以30個小時 為什麼不可以一個倍 你說可以 這個很大膽的 為什麼一個小時裡面60分鐘 為什麼每一分鐘 60秒 這怎麼開始的 你不要去想家 為什麼時間走的時候 一定是一秒一秒的走 他不能忽快忽慢 為什麼一定要按照一個節奏在走 為什麼不能倒過來走 你不要去想家 不要去想家 沒有挑一心 我現在只是問說 這不是挑一心 是好 這是大災問 你們任何事情得到的時候 你要說 為什麼要這樣 過去台灣人就英文叫 take it for granted 以为都是这样子 自国以来就是这样 我们不去问为什么 自以前国内都有通敌 你会说评什么来这通敌 你凭什么来这边 你不去问他 谁叫你来的 美国的王尊帮你带来 是怎么美国的王尊帮你带来 带来你是难民 他要凭什么当执政者 这谁给你 英文叫做授权 authorization 谁给你这个right来统治我们 你要去问 不是说本来就是人通敌 谁说的 你就要去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从一个很简单 小孩子的作品来就说 你要去问为什么27小时 对吧 好 这个不是主题 我要继续下去 结果这小朋友在画下一个凤梨 他又跳到哪里 没那么快 来 这样偉杰他画了一个叉子 他突然就变披萨 他只是画一个叉子在那边 这个布乃熙金变成披萨 这家披萨 都有吃鸡 这就变披萨去 有厉害吗 这小朋友他都没有动这个图之下 只是画另外的图 他的解释意义就跳开来了 这是天才 我跟你讲这小孩真的是天才 我等会告诉你为什么是天才 他真的后来的发展 这个是十几年前的小朋友 现在已经大学博士后研究了 来 我有一个叉子 还来呢 用披萨之后他跳到 这时候这小朋友给他 老师 我说什么事情 我需要把尺 笑 你知道吗 牛的笑 说我要一支笑 通常其他老师不认识 凤梨什么时候有 凤梨里面有一条线 直到要用尺来画吗 鳌梨里面有一条线 一条线 在那里就要深 我就说没有切 就整条线看哪有深 深也不是在的 那是你把它切才变得到的 本来是这样 各种形状有也不是直线 要用尺来画吗 不是 你不要想太早 结果他画了这个东西 这个怎么看 我跟你说 这鳌梨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他就这样 所以怎么证明 因为上面有数字 零一二三在那里走 一片一片叶子在上面 有没有厉害 本来是三度空间的画 加上一度变四度 加上时间 又拉回一度 这个小朋友在不同的向度里面 跳来跳去 悠悠自在 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完成 其他老师就说 徐老师你想太多了 你不能用大人的思考 套在小孩身上去解释 我说我没想太多 你看他画这个的时候 他之前画了什么 顶管在哪里 车子 车子的叫什么 什么链子 链子是跟车子走上的 车子下面是什么 这条叫做轨迹 车子 你车走下有一个车子 有一个轨迹 所以他如果把这个当作链子 链子在那里 链子在那里 链子那条顺着 那条就变成这条 你知道吗 有骗吗 天才 我告诉他真的天才 后来这个小朋友 我告诉他妈妈说 快送出去 你在台湾教育一定完蛋 结果他父母已经不相信 真正给上的正常的小学 小学一年级 不到半学级 回来我的画室 家画凤梨 他就画那种很像很像凤梨的凤梨 你知道吗 那是 我问你很简单的问题 你同样教这个作业 交给小学老师的时候 美术课画你画凤梨 你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被打 那是过去 现在不敢打了 但是就叫你去刷 我怕 老师叫你画凤梨 你就跟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那要不然就是给你60分 丢回去 对不对 现在要求账 不用账 所以我们本来是天才的小孩子 我告诉他后来怎么天才 他后来好像输到数学系 为什么输到 因为他其他功课都不好 数学最厉害 可是他是天才 就后来上到美国MIT 然后后来念博士后研究 数学天才 那那个人在台湾 就像这样 他是天才 送到我们学校老师的里面 他变成蠢材 找麻烦的 求账的 对吧 不出贵 在搞什么东西 丢到一边 要以后就是放牛斑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按照他的规矩 在思考 所以我们的天才 上野手头并做 叫他糟蹋掉 糟蹋掉了 教育本来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 发挥出来 越来越厉害 结果我们教育是打压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过期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人就缺材费 你今天来上这课 都是一流一等一的课 你讲的内容你听了你就知道 你们过去有受到这种教育吗 理性的思辨的过程 怎么有给你教 都没有给你教 艺术课 什么时候上过艺术课 但是这种教育在国外 是很正常的教育 从小就要起来就要这样子 不是不断的打压 叫你背 叫你努力的背 很快的短时间把它背出来 这怎么叫做教育 不要你思考 它只要你直觉反应的 反射性的动作 考试如果限时限定时间 把你打出来就是背诵 快速的记忆跟背诵而已 这个没有在考什么实力 没有了 所以这个系统出来的不是天才 是Feed into 它是罐头里面的 工厂里面的罐头 为什么它希望你变罐头 因为你是奴隶 你会统治你 它不希望你太聪明 不要想这个事情以外的事 要设定你的议题 你永远在他里面生 找不到 那透过教育体系 透过媒体 透过这方面把你靠在里面 我这作业就由你跳出那个框框在思考 这样也要看一把 好了 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系统有问题 但是执行者也可以变化 结果执行者也是这样一阵 我是从事教育 老师有问题 来 下一张 那我们的老师出了什么问题 来 下一张麻烦你 这是我以前在美国 我在美国东岸一所 长春的大学念书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就有这个场景 无况可以这种场景的请举手 应该没有了 这个就是从世界请各国的 异评加作案那边 你把你的作品展出来 他就给你批评 他们叫做Defense Your Work 就是Defense怎么讲 代言 不是Defense是防卫没有做 可是在你博士班的时候 教论文之后 你有一个Defense 就是辩护你的论文 论文辩护 我不晓得台湾怎么讲 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 他会有人会挑战你 我就把作品拿出来 到其中莫莉老师 突然有一个 我在辩护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老师 日本老师 叫钟李奇 那时候 他说 你不要去去欧洲 你没有去过欧洲 他说奇怪 我在讲我的作品 你跟我 有没有去过欧洲什么关系 当然 他只看我的作品 就知道 我不要去去欧洲 这个也是很妙的事情 来 下一张 所以我就回到家 你跟我妈妈 卡长途电话 今天老师把我打开 说什么事情 他说我不要去欧洲 你知道为什么 没有去过欧洲这么丢脸 因为那个是长春的大学 大家都名校 大家去的大概全世界都去过 就是很精英的学校 你没去过 就 我妈妈说 好 这个暑假 你帮我回来 我送你去欧洲 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到欧洲去 但我就选一个团 要跟着团 因为没去过 雄雄街的人也不知道要怎么玩 就跟那个旅行团 选旅行团是 我想说 选旅行团 我要选一个比较有水准 不要买一个采购团 去那儿都吃到要买东西 对 都去人家制造皮革 制造什么地方 就去买吃的 没有 我要去看艺术品 所以我就 就选 刚好里面有一团 是从台南的退休老师 我想退休老师 至少师大师专别的 再加一次 应该很厉害 我第一段 这样对 好 所以我们第一站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哪里 你不知道 没有人去过 来 举手一下 这里是哪里 知不知道 没人知道 这在意大利的罗马 罗马里面有一个国中之国 叫做梵蒂冈 梵蒂冈里面的圣彼得大教堂 Saint Peter's大教堂 一起叠十六到十七世纪 画了一百二十年盖起来的大教堂 田竹搞的大教堂 你知道多大吗 这些人好像一点 你看 来下一张看得比较清楚 你看 上面有十二个使徒的雕像 里面任何一个雕像都有三层楼那么高 任何一个 怎么建的 你看 那个拿到他旁边 人的高度这样 不是三层楼以上 是不是会看了吗 用这个比例 三层楼高的雕塑 十二个放在上面 那时候以前是没有钢骨结构的 没有钢骨 都是钢头贴起来的 都是石头一个一个去堆出来的 有厉害吗 你阿姆头也不够 去黏你 你知道吗 不能用黏的 是贴用力的 算力 力学 玩到那些酒头贴 冲到这种 还有一个浪 还有鸣的照片 都是酒头 不得了 来 下一张 从梵蒂钢上面往下看 漂亮 来 下一张 这眼内装 鞋子都代理酒的地板 白白白的 十六四七世纪 五百年纪的欧洲人 这种起出来的方法 上面很漂亮 都鞋子这样铺 每一个stripe 每个都三层楼高 红衣主教 都在这开花 来 下一张 往正上方看 漂亮吗 很漂亮 很漂亮 我正在那边看到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很伟大 以前的人做这样 漂亮 天主教做这个目的 就是让你产生敬畏之心 敬畏 再开始敬拜上帝 教堂的目的是这样 这样给你设计 结果我在产生的时候 后面出了一个声 就是我那团的老师说 这个没什么 跟台湾的廟同样 大小而已 我傻眼 我本来在欣秀 听不懂台语 我在翻译 这个也没什么 跟我们台湾的庙一样 比较大一点而已 我说天哪是这样 那样我听到人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那这样怎么造他 怎么会 你明明看到这么伟大 照理说你的正常反应 是觉得他很棒 要欣赏 要赞美 结果把它Despice 就是放低下一句话 来 下一张 就这个字 英文字叫Trivalize 让他微不足道化 琐碎化 你看 to treat or speak of 讲某些事情 something as to reduce emphasis on its importance value or strength 就是要降低他本来的意义 让他不重要化 那叫做Trivalize 反正台语更直接的叫做糟蹋 糟蹋的意义就是 很漂亮的女生 嫁给一个很 很抱歉到不行的 还要加一个不行的男生 然后过一辈子 就叫做糟蹋 糟蹋了他的一生 女生怎么那么多能体会 男生怎么不能体会 也可以男生娶一个 对不对 一个大帅哥 黑毛柯林 这个相反 这个叫做琐碎 这个字很重要 记得这个字 英文字 你们大概没有学过这种字 通常This is a book而已 这叫Trivalize 下一张 我就想说 奇怪 这个老师真的看不见 我后来研究几个 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叫做capacity 能耐 capacity 里面有学电学的 驾手 请问一下 电学里面叫电容 里面我们放多少量的电 在里面 储存多少电 但是我说一下大家 辣的事情 就是说满足的食物 美食放在那里 就是你吃不下去 因为你肚子只有那么多 你的能耐不够 你如果是大胃王 对人中家 但是你不是 所以吃不下去 消化不了 对不对 那怎么让你消化得了 增加你的能耐 increase your capacity 增加你的能耐 你才可以吃得下去 肚子都要大 吃得下去 对吧 很简单 就是capacity 这些老师基本上 没有能耐吃这个东西 虽然是收购大学教育 但是眼前看到的美景 没办法消吃下去 没转到吃下去 看不到一支 这一支 下一个 capacity牵扯到什么 language 最主要 能耐是基于什么 语言 比如说 我知道音乐 日文 中文 台语 还是法语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有 中文更大 没错吧 因为我用语言去认知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大年很多 但是呢 这个语言又不是只有说的语言 有听的语言 你会听声音吗 你会吃东西吗 吃也有吃的语言 随便讲 我给你一个三千块的熟成牛肉 你吃 你要吃吗 你说算不吃 好不容易就吃了 我跟你说 那你就糟蹋了三千块的牛肉 红酒一罐 吃万块放在那儿 给你喝 你有材料喝吗 算不喝 喝酒我没喝 那就下去 你糟蹋了一万多块的红酒 因为你不晓得怎么欣赏这个东西 你放在什么里面去欣赏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糟蹋了 所以你没有这个能耐去享受好的东西 所以那一团我们去欧洲 这样子千千后也很贵 我跟你说 这顶老师抓了 我就想说是 结果果然没有错 我们下一站到欧洲音乐 法国的澳塞美术馆 结果刚进美术馆没多少 这堆老师都不见了 我就不管他 我继续看我的画 两个小时以后 我到礼品店 这顶老师坐一下喝咖啡 徐老师 我说什么事情 我们要穿这么久 我说穿这么久 我在看桌 那工夫要做什么 我们坐在这里 人家比 我说桌 穿柳子买 买来里面都有解释跟你说明 你觉得不对 不对 我来这边是看原作 也就是说 这群老师习惯于看复制品 以至于看到真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欣赏 就好像我们网路上的宅男 每天都看那些美女是这样照的 眼睛画大大黑黑的 这样对吧 你就看美女 真实世界的女生 路面水的 打架枪的 放在哪里 再去就要洗水去 这种女生你没办法接受 所以宅男碰到这种女生 傻眼了 这是真的 3D的 这种女生 还会把你抓过车 而且她从少女的时候会走到老 对不对 这种美你看不到 真正的女生从少女到老 这是整个女生 不是只有那个刹那 所以我们的台湾人 过去都有嫁的东西伸得大 我们就真的东西没那么小 怎样 法理的真实 放在你眼前的时候 我们傻眼了 过去被欺骗的世界养大的 对吧 等你看到真实的世界 你不想消化 就shy away 躲开来了 像你这样站在这儿也不简单 你们说这是真理 我想知道更多 我想了解更多 就是这样 这段老师就这样 我说capacity有很多 有语言 有说的语言 他也糟蹋了人生 你知道 怎么说 同样去了十几天 欧洲之旅 他花了十几万 他也浪费了十几万 人生也十几天就没了 投资抛酬率超低 我说你喝了好贵的下午茶 十五万的下午茶 对吧 是啊 我是在那边猛吸收 所以我赚回来了 人生很久 你要怎么把你人生贪得多 你不是每天去练晨跑 那没效 那是浪费时间 去浪费生命 真正最有效率 把生命赚回来的方法 是让你的capacity 增加你的能耐 在单位时间里面 你能吸收量最多 然后吃进去 享受到人生 每一分钟 每一分每一秒都把它吃回来 这才叫做赚回你的人生 吃饭睡觉 餐饭买东东 这是我初级班的课 自缘回收人 没有脑的人就是这样过日子 好了 讲到capacity 里面capacity有很多语言 除了说的 除了语言之下 还有下一个成分叫vocabury 智慧 你说我会讲英文 d...book怎么叫会讲英文 对不 你智慧没有超过一万个 两万个 你就不要讲你会讲英文 那不叫 那上面有语会 我过去说我刚才错过一个部分 语言不同的语言里面 有一个语言里面有另外一个语言 不一定有 比如说台语里面说 你翻成英文怎么翻 对不对 你翻不过去 告诉我怎么翻 不行 所以这个语言是在 它的语言里面去享受的那种粗味 但是英文里面我来说 语言里面翻不过去 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东西 它也是by definition 对不对 Perculiore 那是什么东西 Perculiore 翻成中文翻不出来 诡异的那也不对 来 我不讲那么多 我今天算时间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Decoder 解码器 这群老师当他看到东西 第一个他能耐不足 还有第二个问题 他不知道解码 所以比如说你去日本 买一个DVD回来 不同码区 放在我们家的 那个Player来看不出来 乱码 对不对 但是你经过解码器 去用修理解码的 看就清楚了 一样这个东西在他这个老师 不但他没办法接受的能耐 也是 他用什么解码器 你知道他用古老的解码器 去看新的片子 当然看不见 但过去的解码器就是 国民都给他搞那一头了 看到这种世界看不出来 乱码 他变乱嘛 怎么办 就用他所知道的东西 想办法去掏 他刚才讲的话里面有一个意思 这也没什么跟台湾的一样 所以他了解是台湾的一样的情况 想办法去掏这个大教堂 掏不上去这怎么办 比较大小而已 他的解释就是比较大小而已 是不是 都是Decode 下一张 下一张 你也不要讲说台湾人没有能耐 台湾人的能耐很好 什么样的能耐 吃垃圾的能耐 吃垃圾的能耐很大 你看那个 电视一打开新三色的时候 耳朵就竖起来 小人再够小人 小人再够小人睡 对 都是注意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你的耳朵就尖起来 就去吸收 讲到法理的东西 就开始嘟嘟了 这个说什么 就睡着了 就这样子 你的能耐是Tour 英文叫做Tour 面向垃圾 吃垃圾的能耐很厉害 但是你说到好的 善的 美的 正直的 你没在这 看到这些东西就说了 这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本手企图 那台湾人怎么办 所以他继续媒体 就继续用垃圾养你 你不要怪媒体 为什么给你那个 因为你要那个 那媒体是服务人民 你那些都 就让你享受 他讲对的事情 大家没在这儿听 你们这些新闻到底在报什么 都没有一些傻味的 对不对 当然就改编 大家觉得傻味的事情 或吓到你的新闻 对不对 就这样子 什么时候才会有持真理的能耐 当你没有这个开始 你没办法与下去 也没办法expand 你那个方面 对的好的事情的能耐 招备出来 下一张 好 下一个 还有一个 我刚才讲这个东西 你所有的知识来源 你如果只知道中文 你的所有的认知世界 就受限于中文 如果所有的中文媒体 是被一个东西控制的时候 你就被这个人控制 知道吗 媒体是挡得喉舌 因为他用中文讲 你如果会英文会日语会法语 他就 你就不受限于他的限制 那不是 你现在所有认知的 那不是都用中文 用台语给你认知 我如果说英语要怎样 你就会 又讲书了 所以这方面的知识 你就完全不了解 就是他用英文学的 中文给你扭曲 翻译给你扭曲 你就傻眼了 你不晓得原文是什么 对不对 People of Taiwan 跟People on Taiwan 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中文都把你翻得一样 这样就可以玩死你 玩死台湾人三代 很多人死于不知道情况死去 我的意思就是台湾人这人 以前叫人靈畢 在知道法力进行就死了 很凄惨 因为他一辈子都不能了解 当初为什么被这样的虐待 我们这代的台湾人很幸福 我们知道原因 而且我们会替他发声 你知道吗 来 下一张 来 这下一张 我们再走好了 这个上过台湾时解码都知道了 但第一次上课没办法 我还是大概简单的跟你们讲 我们在这个岛生日通过四百年 台湾人在这个岛上已经生了 讲到这个 是不是要给你们补充其他东西 好 来 部落形式 后来大都往往四万年 到了最近几百年的时候 西班牙荷兰 大清帝国才来 以什么身份 以掠夺整的身份进来 为什么 为什么生存了四万年 没出去了 大家没有这个航海技术 要走不出去 对吧 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岛生了四万年 没出去了 因为航海技术也没有 直到最近几百年 人类只要有更好的航海技术 欧洲人坐船 远远的从半个 绕个半个地球跑到亚洲来 探索我们台湾 接下去大清帝国也有的 他没出去了 他没出去了 但是他走来台湾 绰绰有余 这叫做掠夺者 这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 这几百年 但是我们的祖先 住在这四万年 这几百年来的 他们叫掠夺者 掠夺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男生对女生有 讲到不好的事情 就会没有谁 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他结婚 坏透了 同居 他不要你的时候 就给你卸掉了 拜拜 没有任何责任 这就去掠夺者 过去对台湾当作 殖民地这种态度 殖民地就是我掠夺 被殖民地的资源 对你不负责任 替你打仗都不要替你替你打仗 时间待会拜拜 就是这样 这叫做殖民地 被殖民地 这些要来殖民台湾的人一堆 东京要比谁比较大 谁比较凶 怕来比较大 青帝国陷阱 不是比较凶 因为他离得比较近 西方人只来一条船 就要占台湾 有厉害吗 要很厉害 一条船 几条船就要解决 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最大型的帝国 像大日本帝国 他打败了大青帝国 对吧 但是他来的目的 不是继续掠夺你 他不是要来强奸你 他是做什么 他真的要跟你结婚 怎么做 1945年4月1号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就是一个婚约 从此以后 我们的身份改变 变成一个名媒正娶 给我们带到日本帝国 我们身份他对我们就有责任 相对的我们对他效忠 对不对 这个关系已经建了 而且是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你已经结婚了 就是已婚了 你带国家去宵过去 跟你同居的那些男生 随便招搭你的男生 台湾人家又有一个人是这样 因为被他招搭太久了 开始对他产生恋慕了 可是人家冰霉政府的老公在这里 先继续去宵那个 到强奸你的男生 台湾人家很多人是这样 来 讲这个我再讲一个 比较新三色的 要回到那个部落 我没有 不会有那种东西 你们放心 我只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而已 来 那个前面的那个 再 来 这个 这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过去活在世界上的 在没有国家之前 贵阿板尼 人都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部落 tribe 部落 下面一个部落 就几个家庭聚在一起 对不对 开始有占他 以他狩猎的范围 还是水资源的范围 还是能进走的范围 当作他的 势力范围 对吧 别的人有别的部落 那收到的怎么 收台 抢夺掠夺 要不然就聚在一起 变成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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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别人不跟你合的那时 你就会收台 一定是你 你死我活 如果要抢是怎么抢 中抢 不会留口口 为什么不能留口口 你死我活 他有一天在别的地方 生了更多人 回来就报仇 所以你要做就做绝一点 都要抢掉了 结果这件事情做久了 发觉这样也不对 我土地变大了对不对 资源变多 可是我们人就这么多 没乎一生 要怎么办 慢慢人变聪明 做下一个动作 我仔细 等一下 这是什么 就是把你的精英 还是男生 还是用的都抢 老弱妇孺留下来 做什么 下一个动作 种田种到 帮养猪养鸡 时间到我把你 抽税就抽回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过去的动作 这人本来要叫台式 但是叫老弱 我给他一个名称叫什么 资源回收人 英文叫recycle man 用recycle掉了 这人就好像 他本来有效忠对象 是他们的组织 头被砍掉了 没有头的人 没有头的人 每天在忙什么 吃饭 睡觉 唱课 跳 我买东东就这样 就这样子 叫资源回收人 他没有效忠对象 他不能再效忠过去的组织 是不是 他们就继续活在那边 当做一个机器 制造生产的机器 就是台湾人 因为头已经砸掉 现在做制造生产机器 去企业国民党流氧金屋 你不要问太多 你就是在里面运作 时间到我抽你税 你就乖乖来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资源回收人 没头的人 没头的人 我跟你讲 我把人分类 因为迟早你们当官员 你要去管别人 你对人大概分类 分类 分几种 从下往上 先讲下面 他是根据行为的主宰者 来决定他是什么人 如果这个人 你旁边你现在都可以套 当我在讲这个一个model的时候 你可以套在你四周围 你以前认识过的人 或接触过的人 他们是以他人生存的本能 有什么吃吗 比如说你旁边很多人说 要去拖拖拖拖拖拖 要做什么 不然就做饭 有没有听过 去味道要做什么 不然就做饭 这很奇怪 这句话你想想看 他评估事情的价值 是根据他可不可以吃来决定 那他不是动物是什么 他评估事情的价值 是根据他可不可以吃来决定 价值是根据有法吃吗 他就是动物 你拿珍珠 很贵的珍珠 你拿珍珠 穿那滴 珠会回过来咬你 珍珠会回过来咬你 所以就是动物很贵 他不知道他的价值 他以为你揍他 你打他 他生气 因为他不能吃 对不对 他就回过来咬你 所以这种人是按照他本能 比如说那人看得着 好快的小滴沟 马上要上了 动物的本能 高雄很多年轻人 骑着厂式 户的乱砍人的脚筋 被抓到警察局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要送 对不对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表示什么 他是跟动物一样 当内心的那个冲动出来的时候 他就要去执行 听他自己的 所以美国的运动员都想讲什么 Just do it 这句话很恐怖 Just do it 就是做了再说 不对 你有没有想到后果 什么叫Just do it 对不对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这也都是媒体的语言 在教导我们下一代做这种事情 来 这是Maroon 5 有没有听过 魔力红 有些人 上次有人听过 他里面歌词内容就是跟动物一样 好啦 这是动物 我不要花太多时间讲动物 他越下面就越是physical 就是根据身体的本能在做事情 再慢慢他就建立他的主观意识 但是动物你如果还要野生的 你实在没知道 没书冠 你没有办法全养 变成家禽 家瘦 不能全养的 野生的马就一定要划走的 你能够被你归顺回来 才慢慢给他训练 比较高级一点 这时候马就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的主人是谁 开始有主观意识 再到来越主观以后 这个没有头的人还有比较高级的 越上面越objective 越客观 然后到最上面有头的人的时候 什么是他的指导原则 什么是absolute 绝对 绝对的对 绝对的错 他相信有这个东西 他不认为世界是相对的 他认为对错是有绝对性的 不可以说 对于政中业这堆人 所谓的对错是看他 随环境而改变 因对事情都是相对性 relative都是相对性 他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 这件事情到底对白错 我要端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最喜欢这样讲 这就是被砍掉头的资源回收人 所以他们诉求的极限 也是到这里而已 典型的 你起码选上市长那个 我们那个科市长就这样子 他是典型的资源回收人 没有效忠对象 所以他们诉求最后就是效率 我提供给你们一个最有效率的政府 至于效忠谁不管 所以他底线是中华民国 他不知道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所以他只要假的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他重要 他在意义 他在意义的是中间那一个动作 他不管他最终效忠对象 他不知道 他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他有演讲 他讲到人生 他知道说他什么 叶格某最后可以让人一直活下去 他反问了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叫活着 有没有 他最后问到底人怎么样算活的 他好不容易触碰到这个问题 可是他上不去 他不能再问到所谓的终极问题 他上不去了 停在这个线 OK 好了 这三个层次 也不要讲说像动物一样的人 就有钱 没钱 好走 没好走 没关系 你可以 有私人飞机住地堡 开在墨基尼 可是卖收水油给人家吃 对不对 他就跟动物一样 因为指导他的行为的原则 是人的本能 所以他不管人家的死活 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以这种价值观 来评断一个人的标准 因为我们都没有投 我们没有价值绝对标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评估事情 对错好坏 人家就成功了 人家有地堡 人家有地堡 但是我跟你讲 你可以很穷 但是你有投 比如说传教士 从美国跑到台湾热山療養院 整四人帮人家换药 帮麻生病人 连我们台湾人都不准备的人 可以换药一辈子 或者得了一沙修 你跑到印度去做 那是宗教行为 你不要讲那是慈善行为 它不是慈善 它是代表 它是一个宗教行为 因为它有效忠对象 所以在它的效忠对象底下 它做事情是不需要 你来评估它 不是以人的 这下面的标准来评估它 所以它可以很穷 可是它有投 它有效忠对象 回教国家也是 在这个里面 它讨论只是说 你效忠的对不对 差别在这边 因为是高级班 我讲这么深 我看有一个 当兴兴来都兴起 只好跳 最后人类属不定的部落战争的结果 就是产生这一大堆 这种人跟这一种人 但是我们现在要找到这 你们都是有效忠对象的 你们知道自己是谁有投的 我们要统治 就是这群没有投的 跟动物一样的人 你就看它怎么跟你对话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人 慢慢分析 说到这 当你有投之前 你要知道 我们有两个很主要的概念 支撑的我们今天要说的 台湾人不是要真相吗 不是很想要真理吗 可是你会贴着 听着这个真理 真相真的告诉你的时候 你台湾人吃得下来吗 我今天也会跟你说真相 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国家地理杂志 棉花棒放在你口腔里面刮一下 送到实验室不到两天 你说的里面的基因排列组合 几亿堆就跑出来了 现在科学研究 亲爱的说这些孩子是你的 他老公不相信 那怎么办 验DNA 现在都也是这样 不用说那么多 验DNA 这样就解决了 对不对 我说王永庆的财产 你刚有资格记得 验DNA就知道 所以这个很有用 但是验DNA 证明财产是谁 没有这个事情更伟大 伟大到一个地步 你都知道人从哪里来 今天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 这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做一个研究 因为我们人在 船中接待的时候 你的染色体会复制 DUplicate 复制过程当中会产生误差 每一次产生误差 你就证明这是从哪里来 你知道吗 这好像一个记号 你还会有关键 你能够知道 你不用承识 徐老师三菱洞人50万年前 我说不好意思 请问他的DNA现在有存在我们人 哪一个人身上 没有 老脚灭掉了 你说的都没效 我们居然说活在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的血 只找出一个同一个源头 就在这里 有人说徐老师你说的有什么 我要知道我台湾人对我来 我从哪里来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对这里有一个数字叫M174 对这里走到南叶门 走到印度南部 这6万年前到这里 5万多年前到这里 马来半岛 携娃 再来台湾 4万年前 4万年前已经到台湾 过来日本 朝鲜北部 再进去所谓的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这块大陆有不同人 你不能以为大陆跟中国 大陆有新疆 蒙古 还有中亚这些地方 所以欧洲进来的人 博物蒙古下来的 又有从印度上来的 或者从越南这边上去的 所以十几种人 在两万多年前都跑到这地方汇集 所以谁是杂种 中国人是杂种 我不是在骂他 我不是在陈述事实 是不是杂种 十几种人 种族的人 到这个土地上面 互相的部落战争 那些怕来怕去 整个泥掉 是不是杂种 绝对是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汉人 也没有所谓的中国人这种血统 有的话请你把科学上的DNA拿出来 你定义不出来 你如果定义出来 你就可以讲我是中国人 没有 因为中国人是一个政治语言 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存在 反而是我们这个MEC社后代存在 那些韩国人说 我们是中国人造成 中国人起到买死 不用起 科学证据告诉你 中国人有一部分的人 是从韩国去的 没有错 那个问题是 韩国人从哪里来 日本 日本从哪里去 台湾 我们是台湾人 韩国人 中国人的祖先 所以书典旺族的是谁 中国人 他要塑本追根源 是追到台湾 不是我们队气压去的 所以每一个台湾人 你今天每一个清明节去拜祖先 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毁做了 台湾人如果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毁做了 毁什么做 毁你四万年以来的祖先 四万年以来 你祖先都被拜了 你不敢相信 你不要以为你说台湾人 我就台湾人 这民进党都想说台湾人 不是 这个也不是我们的语言 我本来西里亚语族 我们是在这边的高叉族 和平坡族后代 M174的后代 我们是他们的祖先 他们应该跟我们拜 他们就要跟他们拜 不是我们跟他们拜 弄颠倒 所以他只要很高兴 跟平坡族一般 你要知道你里面老的血 是敬得起考验 Dr. Spencer讲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in your DNA 最伟大的历史故事 是记载在你的血液 DNA里面 那不在乎 让你用骗的 用教育给你洗脑 那没有用的 因为科学证据 第一集的证据跑出来 所有过去的谎言 一下都跑掉了 所以我说台湾人 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去吃这种真理 你真的要真相要真理 我告诉你 讲在这边 你吃得下来吗 你可以回家马上不拜吗 怎么办 我跟你真相告诉你 第二个真相 你是大日本帝国的皇民 陈民 科匹的他们老婆说 感到建设 我跟你说 你感到皇民建设 有一天皇民 把你当作建设 不要弄错了 因为他是受 中华民国的流氓政府的教育 让他觉得很羞恥 可是对我们皇民来讲 很骄傲 羞恥什么 不然你叫什么 是哪有流氓那名 他们才感到建设 我们是他的祖先輩 你的生也不是你的生 说得不好听 本来就是这样 你生根本也是中国人给你 数生给你 过去台湾人的姓氏制度是怎么样 爸爸的名字 阿公的名字 和爸爸的名字 和我的名字 比如Peter John Rock 我生的孩子叫做Water 就是John Rock Rock 就是这样 这个印度到今天为止 还在实行这种姓氏制度 为什么 他要追财产 追三代就好 第三代之前就施工 你这姓氏制度延续了几万年 是这样 我们过去是这样 你说那生都是中国那边 那子那边 很多种人在台台到外面那边 中国也没有这个东西 大清帝国是中国吗 当然不是 他是女真族 这是一个大清帝国 元朝跟中国 也不是中国 所以他故意制造一个假名字 把它套起来 元朝是蒙古人 那也叫做中国 中国那早就没去 什么叫中国 上面各种国都有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土地 上面各种国打来打去 不同部落打来打去 够来截来截去 没有中国这个概念 那是孙文一准开始 建立出来 他甚至在讲中国 都在讲汉门门回照妙悠 你就说很多座的人 好了 你们就要知道这件事情 才能试试 我不讲那么多了 来 回到我要讲的 走到圣彼得大教堂里面 我现在来给一个宗教解码 我今天会给你们很多解码器 我在短时间 阿刚 我讲到几点 四点吗 好 四点准 我还有一段时间 好 我算一下 这叫做 比如说你们今天都是 我是导游 把你们带到这个作品前面 回看吗 会不会欣赏 我带你们来 不用花十几万 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到这个作品前面 可以看吗 阿那欣赏 你们一定不会欣赏的 连他们里面角色是谁都不知道 他是谁 有人知道 谁人 马利亚 马利亚 这个呢 耶稣 不知道谁人去手 好 请放下 现在知道了吗 有人说妈妈不知道 谁是马利亚 谁是耶稣 不知道谁人去手 谁都知道 不知道马利亚是谁人举手 圣诞节不是快到了吗 至少咱要亚收一下嘛 马利亚的妈妈 不是 耶稣的妈妈是马利亚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没有说第一次听到的 好啦 你要欣赏这个作品怎么欣赏 来 这个作品 这里面 这个亚收 没有啦 这 你怎么堵的马利亚的 膝盖上面 什么堵的那 死啊 有人说死啊 对啊 死啦 为什么死 丁十字架之后被拿下来死掉了 对吧 什么 现在在做什么 我跟你说这个作品是米开朗基罗 所画的 他是一个大师 人家在那里的 最高的 人 你看到这怎么欣赏 我会说 我去我的艺术教育 是在美国受的 你要 你要念艺术史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的话 艺术史一半以上 你都不用念 跟基督教有关 所以我问在座各位 谁人知道基督教 不知道为何牺牙手 为何牌手 谁知道基督教的 举手 知道的举手 只有一个 两个 三个 请放下 不知道的情绪中 不怕手是什么意思 睡了 你要不知道我才 我们才要互动 我才讲 我跟你说 大家刚才有这个人 所以我在短七分钟之内 要不要 好 七分钟之内把基督教讲完 好不好 这样厉害 七分钟 七分钟 好 那如果要七分钟 那么短时间讲完 一定要用特殊方法 要用什么特殊方法 我跟你讲 我用负面点题的方法 怎么负面点题 我跟你讲 基督教不是什么 比较快 好不好 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 基督教绝对不是劝人行善 惹人到 吓人到 吓人到 大家都以为宗教都没有劝人行善 基督教偏偏不是 反而你要行善要进天国 那不可能 基督教的主要概念 不是在劝人行善 不是 第二个 基督教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 徐老师我看了很多人授产 不是加入宗教 怎么说不是 我说偏偏不是 你授产加入宗教 基督教不是一个精神寄托 我讲宗教也是精神寄托 你偏偏你不是 我偏偏不是 那下一句话就说 那基督教是什么 对不对 我说了三个不是 那接下去 不然你说你比较厉害 你说基督教是什么 简单一句话 基督教叫做救人不死 救人不死 我参加过基督徒的这次礼拜 我还看到基督教墓园 那不都死 那你要看我的 对死的定义是什么 对不对 基督教里面对死的定义 原文的意思就是separation 分开 你这样分开意思吗 本来两个合作会给你 人死掉的时候 灵魂离开身体 你是不是分开了 那就是死 就separation separate 另外一个死叫做灵理的死 你跟上帝的关系分开了 叫死 所以你可能身体活着 可是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关系 你也是死人 在上帝眼中看得很像死人一样 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什么叫做 救你不死就要把他挖起来 挖起来就是让你不separate 不分开 不分开是什么意思 灵魂回到身体 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来往 这就是不分开 那就是不死的意思 救你不死 你复活 有的人说 我身体火害烧掉怎么办 现在不忽 丢到海里面 很简单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创造人 再造一个身体给你又回去 这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基督教讲的上帝很奇怪 跟我们以前 我们亚洲人 我们想说什么 我们想说 所谓的神 神这个东西 就是人做很好的 并信人 对不对 变圣人 圣人再更厉害的变神 对吧 在基督教观点没有这个概念 神是创造者 被造者是人 人从来跟创造者之间 是有一个跨不过鸿沟 所以你不可能变神 因为你是受造之物 而且基督教讲的神是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怕死人 这个定义出来 全部打败了 你没有一个宗教的神 可以定义到这么大 定义的这个上帝是这么大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他有几个本性 现在下一步 你又会问 好了 你讲上帝创造人类 我们会死 上帝创造人目的是要让人死的吗 你会这样问 对吧 要不然你造我出来干嘛 上帝创造人类就是要死 那就是为什么要死 下一步 有什么人都要死 那就要讲几个概念给大家知道 有一个概念叫做 罪 基督教讲的罪 因为罪造成人跟上帝分开 刚才讲说分开 那你为什么会分开 因为上帝有个本性 叫圣洁 Holy 圣洁 人如果犯罪以后 变成肮脏会 就要跟这个神分开 你自然就死掉 那问题是什么叫罪 这个罪跟人讲的crime 现在人台下人还没关系 sin SIN这个字是 你跟对神犯罪 他讲的不要讲那么深 说得真 在基督教里面 你只要小时候犯过罪 犯过一次 你全死人犯过一次就是犯罪了 他没有说 我生了以前 现在没算了 没有 只要犯过一次 就永远都犯过罪 因为这个神是时间以外 这概念很奇怪 基督教的神是不在时间底下 没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所以对这个神来讲 全部都他都在他掌控里面 他在时间以外存在 我们在时间底下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以你一旦犯罪就是犯罪了 只要犯一次 还有罪还没有分大小 这个定义已经很难了 但是基督教还有一个定义很难 他说我们觉得犯罪 事情去做也是罪 给你讲到完了 对不对 这个还不够严重 还有一个更严重 耶稣自己讲的 你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 你看到父女心里动了一念 你已经跟她犯了阶影 这叫违心论 很可怕 只要我起心动念 我就已经犯罪 就是 今天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你 我 任何人 并没有比希特勒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希特勒的权利 希特勒罪一句话会更重 他叫人去台 就一人去台 他都没出手 很多人就死掉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今天给你希特勒的权利的时候 难保你杀的人不会比他少 对不对 你可能杀的比他更多 你怎么确认说你杀的比他少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 所以人的心起心动念是你犯罪 看你有没有机会做出来而已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犯罪了 对不对 那上帝有一个本性叫公义 他要惩罚这个东西 公义就是justice 像法官一样 那怎么样 今天有一个法官坐在这边 犯人拿出来 你跟他偷人家面包 四年徒刑上万强 一个过去 上万强知道吗 你都没有看 谁知道上万强是谁 小说里面 电影你没有看过 我们这一次的最顺 最顺特别 我重新再考虑一下 有一个故事叫上万强 那个不讲 第二个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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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判不下去了 为什么 送来是他儿子 法官现在送来下一个犯人是他儿子 他要不要判 当然要判 要不然他就不叫法官 法官就是公正 公正 不寻师 对吧 但是要判下去又不敢 那他儿子 他爱他儿子 判不下去 怎么办 又要判又要不判 又要判又要不判 卡在中间 英文有个单字专门形容这种情况叫做 犯人之间 互相拔来拔去全部拔出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一定要没有罪 全世界的人都犯罪 全世界的人都死 谁有资格 法官自己 最后只有法官自己来 所以 上帝倒成肉身 成为人 来到世界上 就是要死了 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死 但是如果耶稣来的 死了以后 就是宗教就结束了 还一个很重要的 核心叫做复活 这个耶稣要复活 证明祂是神 祂不是人 祂要胜过死亡 你在死年 seinen最� sw 연습结果 这就是基督教 但是我今天我不是一个牧师 我也不是传教的人 我是一个艺术师 艺术家 我要跟你解释这个作品 你就需要这个解码器 等到你认识这个故事之后 你再来了解这个东西就知道为什么 OK 耶稣死了 对不对 他来就是要死 可是他三天之后他复活了 可是玛利亚不知道 耶稣是透过玛利亚 就是在世女 就是处女生的 因为圣灵感育 你知道为什么要处女才能生吗 因为你如果是人的性欲产生 就带着原罪下来 所以这圣灵 透过玛利亚的身体生出来的小孩子 就无罪状态 就神以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 下一步 玛利亚她这时候的表情是什么 你也要看艺术品 什么表情 形容一下 哀伤 还有吗 还有吗 平静 还有什么 无奈 我跟你讲 你们这形容词 要把我的故事加进去 你还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玛利亚生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一方面没有错 死掉是她儿子 但是她还有一个概念 是她的神 我的神怎么会死在我的前面 那表示怎么我过去生的都假 我相信都是假的 那等于是整个犹太教都是假的 所以她这时候的压力是大到一地步 又是我儿子死这个是没有错 儿子死了很伤心 妈妈小孩死你头前很伤心 但是另外一个是你整个宗教的神也死了 耶稣复活是两天以后 两三天之后的事情 三天以后的事情 现在不知道是介于中间 所以她那个表情是很复杂的 那个表情不是单纯只是悲伤 所以她那个表情 你说平静 不是平静 她里面那个波澜 都不得了耶 这种复杂的表情 只有买米开朗基罗做出来 我跟你说 来 信长这个作品 因为大家都是制造业起身 不要犹豫 我就一步一步从制造业再分析 刚才故事给你们讲完 制造业 制造业 台湾人说制造业 来 这什么扣的 大理石 一颗大理石磕出来的 这粒大理石磕出来的 以前的人大理石磕坏会怎么样 可不可以粘回去 没有那种粘着技术 磕坏就磕坏 顶脚 整粒大理石 这样磕出来不简单吧 对不对 制造业的 第二件事情 磕的时候还要同样一块大理石 要磕出皮肤的感觉 男生的感觉 头发的感觉 布料的感觉 有没有厉害 同样一个材质磕出不同的质感出来 同样一块石头上面 有厉害 还有制造业 对不对 我们现在慢慢进入服务业 服务业其中一个很重要是什么 电影产业 电影产业要讲什么 比如说你看海报 电影要给你们剧照 对不对 剧照好看你就去看 剧照烂就懒得看 所以你要选剧照要很小心 要选很好看的剧照 对不对 要一定找到电影里面高潮 或神秘一点的点来 剧照 所以米开朗基罗在刻这个的时候 不能每一个场景都刻 他一定要选一个最吸引人的场景 那你知道戏好看 戏要好看要怎么样 演员的表情要对 对不对 半则指数好看是因为他帅 不是 他不帅 可是他在适当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表情 你会觉得 它是真 表现过多就散伴 表现不够训 对不对 看不下去 所以所谓的好的演员就是在 第一个故事要搞清楚是什么 才知道在什么场景 表现出什么感情 那才到点到位 那戏才会好看 对不对 同样的 艺术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能雕十几个雕刻 会刻死人 他只能刻一个的时候 他会做一个决定 什么点是最好的 什么表情是最对的 而且艺术家有利害吗 现在会看了吗 这艺术品会看了吗 你们现在已经比台湾做的艺术系 学生瓜厉害了 有欣赏艺术作品 对啊 我刚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 到艺术史 跟你们解释怎么看这个作品 现在会了吗 很复杂 不好意思 三天以后 来 另外一个 叫做Kalabajio画的画 同样发在那附近 你可能看这个 大家不要看 你会说 这些有什么东西 我就讲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的时候 写信给门徒看 门徒看 门徒看到他有怕 你是人啊 你是鬼 耶稣说 鬼不吃东西 你拿酒 拼给我吃 他就拿来吃了喝了 其中有门徒叫做Dougter Thomas 多疑的多玛 这个人很容易怀疑别人 就是从来不容易相信 他说 你在那裡吃东西 喝酒 我也没在吃到 搞不好就变魔术 耶稣说来 手给你 探到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有个洞吗 以前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钉十字架如果没有确定你死 不会把你放下来 那怎么确定你死 针 刀 刀 刺在这 流出来哪是血跟水分开 就是血小板跟组织液分开的时候 这个人就确定死了 有意思 就这样 所以他真的进去探 探完你就吓一跳 耶稣讲说 你是探到这么深的 那没探到也没看到我的深的 更有福了 这样 我跟你讲 为什么要讲基督教 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基督教但全世界人口的这么多 阿清就回教 这印度教 这无神论 全世界这么大的宗教 他讲的内容你不知道 那大人真的被寒小到很小 全世界这主要的宗教 回教跟这个其实都同源同种 结果你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刚才知道我们很小的 很小的岛上被人家陷在这个东西里面 很可能 我短时间里面就把基督教这个 就把你补充下去 让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大 你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是不是 要知道这些 来 下一个 所以这简单的图给你看 过去我们以人为中心 其他的神都叫功能神 因为人没办法对抗大自然 就制造很多假神在拜 也不要讲假神 不同的神在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他解决不了 可是西方的宗教不一样 他说人是为了神创造的 神是中心 人是被造出来的 西方 我现在讲的西方是 回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全部加起来 他们的概念是这样 他说创造者的宗教 也就是启示神 reveal revelation 好 今天不讲太多 同样的有个艺术家叫做Bernini 他做了另外一个雕塑 我觉得他技术不会输给米开朗基罗 他在讲希腊一个神话 一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 追到最后一分钟 好不容易碰到他的时候 这女生变成树枝 意思就是说 他不能享受青春的肉体 你知道吗 这很悲惨的故事 你追求了一辈子 最后这个女生变树 好恨 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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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 这边年轻人这么少 讲残念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评审委员 这两个作品放在那边的时候 你会选谁冠军 我刚才还是刚才那个米开朗基罗 为什么 他讨论的议题 内容的深度 广度跟人类的相关性太大了 这个只是描述人的其中一种感情 当然有那个残念的感觉 但是scale不够大 你知道吗 同样的 到罗马旁边有个fountain 有个水池 这个水池里面放什么 我看你们也不知道 这里面我直接讲好了 他把你知道古时候文化的发展 是按照河流 对不对 多瑙河在欧洲 恒河在亚洲 埃及尼罗河 对不对 那以前的人都相信河有个河神 罗马帝国就把四个地级的河神 把他放在我的水里 放在噴水 是不是很臭屁 很贱 很坏 只有帝国敢做这种事情 只有帝国 帝国就是会统治欧亚非才敢讲这种话 做这种事 你越南做这个不是很好笑吗 如果越南也放一个这种水池在那边 还是中国放这个 你就从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你凭什么放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现在开始做帝国节 帝国 decoder 让你们看帝国在做什么事情 这什么 法国 巴黎什么 不是 叫做爱菲尔铁塔在巴黎 但是我们都简直叫巴黎铁塔 其实爱菲尔铁塔 它是有名字的 Ever Tower 那它有几根脚 四根脚 为什么四根 跟刚刚我讲的有关系 四个合成就有轮来 只是它定义一个新的 它是什么 从此以后的帝国定义 不是你刚才讲那个 过去帝国都是 骑马打仗的战地 对不对 它说往天空发展 从现在开始三度空间 什么叫帝国 掌握天空的人才是帝国 从这个时候有飞船 之后飞机飞来飞去 真的 从此之后帝国的定义 redefine 重新定义 掌控天空才叫帝国 有意思吧 非常有意思 帝国在这时候做这种事情 非常有意思 再过60年以后怎么样 天空算什么 我们到外太空去了 美国下一个帝国出现了 把火箭射到 把火箭射到 离开地球表面的东西了 有厉害吗 这才叫帝国 帝国重新定义什么叫帝国 到人家跟不上为准 所以这种黑西苗 能够接近帝国人都要跟他争 一个叫做苏联 USSR 现在叫做俄罗斯不叫苏联 另外一个帝国也想争 对不对 大家都在唱这些 但是这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 上个世纪的事 下一个 最近的事 到火星这样去 对不对 月球算什么 我们到火星去 你可能不知道到火星的事 有多可怕 多伟大 来 我问你 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跟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比较是几倍 差 有人知道吗 地球到火星距离 跟地球跟月球的距离 几倍 它的几倍 我说一千五百倍以上 到一千七百倍左右 一千八倍 你要倍到当时 它两年之内 几年之内可以飞到那边 最近欧洲也发射一个卫星很厉害 停在哪里 卫星上面 卫星是一个移动目标 你打定点靶好打 定那移动靶你看看怎么打 是不是也很厉害 但是美国这个比较厉害 因为它不是只在那边照相 或掉到那边不动 它还飞回来 不是飞回来 它在上面收集很多资料 比如说这个 高解度照片传回来 不断的传回来新的资料 我只是其中拿一张照片 给你看而已 这有厉害吗 这有厉害吗 下一张 这什么 罗浮宫 罗浮宫的什么 罗浮宫是后面那个 前面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罗浮宫的entrance 入口处 那谁设计的 谁说的 贝玉明 贝玉明怎么设计 为什么找一个 这是他的 为什么这个图形 刚做好的时候人家反对 法国人讨厌 可是后来知道为什么做的时候 喜欢的不得了 为什么金字塔 为什么金字塔 我跟你讲 法国人虽然在武力上面 不是世界强权 可是他自称为 自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帝国 所以他既然是帝国 所以艺术品放在罗浮宫里面 欧洲的艺术 欧洲的艺术是有传承 他们觉得最早从埃及开始 然后到希腊 罗马 传承到法国 是这样 所以贝玉明刚好合到他的口鼻 就做这个东西 法国人好高兴 好爱 现在知道吗 帝国才会做这种事情 你做这个就很好笑 单身的工业给你做这个 金字塔是笑死人的 就好像拿product包包 复制品在菜市场买菜一样 好 这是哪里 应该不知道 你们如果知道 真的太厉害了 给你们猜猜看英国 英国的什么 水晶宫 水晶宫是什么时候盖好的 来 这边有时间 1851年 1851年就早以前 1851年加200 180年前 当时就有这个技术 这都是薄蜡 大面的输出 玻璃的输出 大面的薄蜡 钢骨结架 放下薄蜡就倒下 我跟你说 它是一个万国博览会 里面的主题馆 里面有几个摊位 1万4千个摊位 你可能不晓得 1万4千个摊位是什么意思 一个摊位有几个人去照顾 要几个人去照顾 一个摊位 剖东西 你们去世贸 一个摊位有几个人去照顾 两三个人要不要 要 1万4千个摊位乘以3是多少 5万2 5万2 不要游客去看吗 对 那加起来会多少人 会不会 我跟你说那里上百万人去 我问你 185年多少年的 你要照顾这人 几个人要上厕所 你进去里面要不要上下电梯 空气要不要调节 厕所是要排放卫生水下水道 提供给他们喝水 提供给他们吃饭 提供他们交通 从欧洲各地 美国照来 都要有一些动线设计 怎么进 怎么出 怎么吃 里面还有空调 要几台的 Infrastructure的基础建设 里面要灯 要照明 玻璃打破要不要换 要不要警卫 要几百万人住在这里 这是怎么 这个18多少年 是不得了的结构 你们要会算 台湾人是制造业 所以我就帮你用这种方式 让你们知道它的伟大 不然你们看我的照片 就过去了 我真的给你们看 下一个 我们先不讲欧洲 那是古说 我们讲现在的一个帝国 叫做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来 帝国的人在做什么 我问你 帝国人大部分时间在做什么 我跟你说 很好 大部分时间在玩 只有你们在奴隶国家每天在工作 他大部分时间在玩 在梦想 在受教育 在准备修台 这就是帝国人在做的事情 每天研发新的武器 光讲玩这个地方 这边男生都有在看运动节目 美国最主要的几个运动 NFL 美国足球 NBA NHockey 冰上曲棍球 棒球 这几个产业加起来 他每年就已经 这是Billion year Billion是十亿百亿千亿 四千七百亿美金每年 再乘以三十 几兆 几兆 这个产业大不大 光是这个 你分了一点点 你每年都吃不完 多少兆 我们一年才一兆而已 一兆到一兆五左右的GDP 这只是运动而已 你还没有刚刚运动的转播 延伸出去的产业有多大 阿天总要穿制服 那个帮他做就不得了了 然后Entertainment 娱乐事业 电影产业 好莱坞 迪士尼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每年 45个Billion 450亿 每年 美金 还有 梦想 比如说他们设火箭到外太空 每年编列这么多预算 3 Trillion 18.724Billion 海底 海上天空 外太空全部去的 再来 教育 来我们看教育这些好了 这是什么 这光是加州一州的大学 有这么多所 加州 只有一州里面 那里面有一些名校 比如Stanford 加州理工学院 伯克来 这大学校 美国的大学里面 收很多大部分都是捐的钱 你知道多少吗 下一张 这是长春等的几个学校 长春等的几个学校 长春等的几个学校 总共只有八所学校 Ron, Columbia, Cornell, Dartmouth, Harvard, Princeton, Penn, Yale 就这几个学校 每年捐的钱有多少 来 约13兆台币 这三条 捐给这前面20名的学校的钱 就是这么多 所以为什么要出国念书 投资报酬率 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投资报酬率 你付了学费 然后你获得什么Return 如果人家花那么多钱 投资在这个学校 你只要花少少一点学费进去 是不是就享受到这个成果 所以为什么要给西米 要出国念书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知道吗 你连补助给一些烂的学校 要多少 所以你其实花了 你不要学费便宜 四万块钱而已 台湾念书比较稀 不好意思 同志在这个学校的钱 一样很少 原因就在这里 看 每次足球 有没有看过 上次好像有几个童心 是两百公分的 看到这个也傻眼了 我们的两百公分 是要这样子 背背的 接接实实的 每一个美式足球员 差不多基本上都这个身材 前面Lineman 差不多这么高 6.7 6.8 7.1 7.2 就这样子 你不知道可以玩一下子 因为这个运动激烈的地步 每个人都搭钢盔 带护具 每年因为这样子断手断脚 死掉的很多 没有很多 但是都有 这是他们高中的队伍 高中高中就这个size 这是大学 professional的队伍 每年看了 一场里面十几万人在看 你看 你看那种打法 马上就上担架 送走 就结束了 那种打法 什么恶劣的行为都会产生 不快让他爬 让他弄 这是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的打法是这么复杂 他有offense defense 有second team 有quarterback 有lineman 有receiver 有running back 不同的位置打不同的角色 他们在下面打球上面还有一个 专门读对方策略的一个家伙 几个人坐在上面 用望远镜往下看 解读对方的战略 解读望远镜 马上电讯传到下面去 教练下判断 新的战术跑出来 对方 对对手 就这样子 美式足球 我跟你讲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训练战争 的储备球员 在这种系统里面出来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自己位置在哪里 他要打什么位置 他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他不会做 没有 每个人按照他的本身才能 给你一个最好的位置 你把那位置做好 他这样整个球队才玩得起来 才会成功 全世界只有美国 跟加拿大一些大国 可以玩这游戏 其他国家没办法玩 日本想学门都没有 为什么 人种没有人家大 人是白人黑人 下面所有用都到整天 全部210公分人站你前面 全部超过200公斤的站你前面 你怎么打 亚洲人没办法打 而且每个都是结实的 他不是说虚胖虚高 他每个跑速度不会比你 170公分跑的短跑记录差 一样跑在13秒以内12秒 这一群人 这群人 刚才这群人一出去 到企业界大家都喜欢 为什么 他们知道什么叫领导统育 就是帝国 帝国就在训练这个东西 透过游戏 透过战争 训练这一批人 他这样玩这个就好了 全世界其他人 没办法跟他一样这样玩 叫帝国 美国有多少军 来 你跟我五军 United States Army 陆军Marine 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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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还有 Coast Guard 海岸防卫队 海岸防卫队 他们的海游战队的配备 也不会输给一般的军种 就这些 那每年便利预算 都在这边 18兆台币 2014年 18兆 光是武器 研巴都没有算在里面 光是武器买卖 采购这些 18兆台币 这个是最大的 也不得了 你说航空母舰 好不容易 中国什么瓦良格 你看人家来排航空母舰 一排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用无人飞机怎么打架 他现在已经用无人飞机了 打回校那个组织的话 那个人长枪在他的袍子下面 站在女生的旁边跟小朋友的旁边 以为这样就没事 子弹来就是对就打这个人 旁边那两个小孩子跟妈妈没事 未来的战争就这样 不会伤己无辜 他会定点斩首 他可以选择对象打 你也没办法装 因为他也知道你心脏有没有在跳 确定你死掉为止 很可怕 他在高空 这些在下面拿着枪 米来米起来 想说米会打 没办法 他就从无人飞机很高空的地方 你打也打不到他 他可以打你 没问题 准准的 他就直打你 你说枪藏在袍子底下 他也看得到 全部把你透明化 动物在旁边打不到动物 打不到狗 只怕你这个 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战争形势 你全世界谁可以跟他这样玩 有他最近伊朗说 我们也研发无人飞机 好啊 飞飞看 以后真正的战争开始的时候 是蹦一下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地面还没开始打 天空已经打完了 你所有的sky missile 所有的导航 巡逆飞弹 都要靠什么 卫星导航 对不对 战争一开始你的卫星都被我打掉 那是怎么样 你要打哪里 你根据什么打 是不是 就一开始是太空战争 一开始瞬间之内 美国把所有的卫星 管理中国输入全部打光 接下去你的飞弹就不能乱飞了 要飞到哪里炸自己 因为他不晓得往哪里飞 这个还没有什么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能量炮 它就是MAS M乘以V 就是以八倍到九倍音速的东西 把一个物件送出去 八倍到九倍已经远超过你的missle了 比你的八倍音速是远超过一般飞弹的 四倍五倍音速 你还没有起飞之前 砰 打掉了 就你根本还没离开你的基地 你的就在现场 你的盒子发射器就结束了 那要打什么 就是未来的战争 我大概讲大家评评一下 讲到这个 他是讲艺术节 其实我们 大家接受这段新的概念 一直有困难 所以我透过不同方式的解码器 都丢给你们 你要看我们这个法理在清楚 听不懂我这些 你来接触法理会有困难 绝对会有困难 来 这是什么 这是早期在印象派之前的画 弄成什么 简单点到 它有共同点是什么 这些画所有的有一个共同点 找不出来 我就偏偏让你们找不出来的共同点 你们谁可以得出结论是天才 不用想你们绝对没有 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我讲出来就没事情 如果我没说出来 你们就只说就说不出来 全部是定格画面 是不是 他们在动 没有啊 这印象派 这个人知道什么 他画这个画 谁看不懂的举手 看不懂的举手 大家都看得懂 那我问问问题 你会不会有骗 当然看得懂 来 请问 这是画飞机到炮吗 是不是 不是嘛 对不对 那他是画男生吗 不是 你又知道女生 他画几个人 五个人 你都知道了 那你就看得懂 怎么跟我讲看不懂 只是说他不是你期待画人的那个方式 对吧 好 那我给你们解码器 你马上就看得懂 来 这是不是杯子 这也是杯子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杯子 当然是 这个也是杯子 对吧 我一定要这样看 好 看着我 我这个人 这个人这样看吗 这样是不是我 这样也是我 这样也是我 对不对 不同角度 就是我这个人固定 时间不动 观察点一直动的时候 产生这个 脸从不同的角度看 身体从不同角度看 画出这个结果 会让人会看吗 这叫立体画派 就是时间固定 你的观察点一直改变的时候 就产生这个结果 这个人在18多少年 1907年皮卡索画的 出生于18多少年 那时候的话 一百多年前的上十世纪的人画 你看不懂 你阿公阿嬷做一项的图 你看不懂 表示你的艺术欣赏水准 推到很久以前 还这样 阿公阿嬷画图你看不懂 要请你缺这个教育 现在有时候慢慢给你结 好不好 皮卡索说他画这个画是超人家的 偷人家的概念 偷谁 他讲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谁讲得出来 这是谁的画 没有人知道 赛上 赛上他很喜欢画山 后来干脆搬到这个山的前面 住了好几年 就是画这个山 每天画山 一样的山 一样的山 San Victoria Mountain 他画到后来变这样子 有回忆吗 喂 尾山有得回忆吗 来 我问你各位在家 你们有谁写生过 写生 你咱在上去写生吗 拿着画去带着便当 你咱在上去写生 是不是很高兴的一天 写生 通常是写生多久 一个半小时那么短 你是什么学校这么短 通常都是早上八点去 然后差不多化身就中午 再回来 一个半小时算短 但是还有更短的 你有没有听说写生五分钟了 有 我们班上那些坏学生 都写生五分钟 老师点完名就跑掉了 下课的时候 就搞出去了 对吧 就写生五分钟 有没有写生一秒钟了 那还陷入吗 我会说一大堆 一大堆 这就写生一秒钟了 这是不是写生一秒钟 不动嘛 我那时候去写生 看学生画画的时候 我说重画 老师为什么重画 我说你现在是当时 现在头上到 你现在这画是早上八点 现在十二点 你在写什么声 从画 老师开玩笑 我说没有开玩笑 从画 动不掉 真的 写生就是画你看到的 你没有看到你在画早上 你不是用记忆力在画 那怎么知道写生 是不是 所以刚刚这个人 就是一个很乖 很老实的学生 叫赛尚 他在看的时候 绿色调一调 放上去的时候 怎么又变颜色 为什么太阳来了 云过来了 改变颜色 他就再重新调新的颜色 再放上去 怎么又变了颜色 再调 所以如果这幅画花了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以来 对这座山的写生 再灰灰 因为他每个时间都变 颜色一直变 所以他什么 观察点不变 时间在动 皮卡索把它扭曲一下 时间不动 观察点改变 有厉害吗 像回想了吗 这是天才 只有天才 所以皮卡索是天才 赛尚也是天才 他比如说笨一点的天才 他是老实人 勾异人 他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只是老实叫他做写生 他就真的那个 他就变成这样 对吧 但他不晓得以后 可以发展什么 是什么 所以所有的历史 从此这个点上改变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为什么 看一件事情 根本只有一个观点 看历史是不是只有一个国王 打败哪个王后 哪个国王之后 建立什么王国 不是这样的 世界上剩下的人都不是人 都没有历史 所以从这个观点以后 世界上开始有很多史 心理学史 艺术史 材料科学史 对不对 医学史 女性观点史 各种观点都进来了 所以我说观点改变了 同样一件事情描述观点 当时也有亚洲史 亚洲里面的南部的国家史 北部的 欧洲 美国史 每个国家都可以写一个史 所以历史的观点 已经开始多样化了 不是少数几个国王杀掉谁 不是这样 所以既然这个改变以后 对画的定义也改变了 What is painting 下一个就出来了 大地是我的画布 我插壁雷针 雷打下来 这就是画画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因为定义改变了 也可以 上帝的手在画画 做这个 有的人够他笑 我用推土机 把山上土推到海里面 绕一个圈圈 就变这个 很酷 有的人说画画是什么 画画就是三个概念 一个物件本身 一个我画的画 一个就是定义 所以他把真正的椅子放在这边 椅子的定义 字典定义放在这边 椅子画出来的画放在这边 分开来三个 有意思吗 有的人说漫画也可以是画 反正都是画 视觉的 有的人还笑 我把岛围起来 对不对 他用很多的粉红色的布 你看准是这样的 船只有这么小 他用很多粉红布 把这个岛给围起来 一个还不够 我一直围下去 围了十几二十个岛 你们都是制造业 我又要用制造业的话 跟你们讲 你们才会觉得惊讶吗 这布要找那么多布 粉红色又同一色 就不简单了对吧 我跟你讲 你要拍摄这个影片 台北市租一个直升飞机 布在上面摔下去 请两个crewman 一个摄影师 器材租用 一百万一天 要一百万 你看他要花多少钱 这里面要线去举这个布 这个河流在那里 技术上也要克服 同时弄这么多个岛 所以我给你看下一张 你看有多少船 这边都是直线的船在运输 这些派下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十几个岛 有效 天气还不能改变 他要预测这段时间的天气 等到全部铺好之后 一下子飞上去拍 有厉害吗 这真的厉害 这布用完是怎么样 溜掉还是说做衣服 谁要穿粉红色衣服 不要笑对吧 这都是布料 这个人还要笑 他一九六几年就开始包 包什么东西 他什么都讲包 他包海岸 海湾 整个包来 你看 有没有吓死人 整个海岸线把它包起来 都用布包 后来把德国的国会议堂 把它全部包起来 全世界去包 St. Louis的那个Arch 把它包起来 他现在把纽约大楼 也想把全部包起来 有没有厉害 他scale是不是很大 这叫帝国艺术家 台湾哪有这样 这艺术家有那么好处 他可以买那么多布 这样浪费 一定是有人赞助 也只有帝国的企业家 才会赞助这种project 是不是 台湾哪有人要花这份钱 去赞助一些艺术家 就算你有这个想法也出不来 美国做得到 所以他叫帝国 还在吗 一定少不了几千万 上益都有可能的 上益就这样收起来 好几亿 再做这件事 没有错 绝对没有错 这叫帝国艺术家 什么叫抽象 这叫抽象 就是完全 Don't refer to an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在真实世界没有任何东西 是参考画下来的东西 Jackson Pollack 之后 William De Kooning 但是这叫抽象表现主义 到后来太疯狂了 大家都看不见了 你们看有吗 谁看有吗 我说很多人也看不见 看没有到一个地步 有一群艺术家就开始反抗 抗议是什么 你都挂这在美术馆里面 每一幅画都上好几千亿 几千万 我们村的人都要挂了 这台都看不见 我们画我们平民之道的好了 所以扑扑艺术就跑出来了 扑扑艺术是 受降表现主义的反动组织 下一个 就这样 你都我一般高充的 我现在我每天喝的罐头 这样看都可以吧 他叫做Andy Warhol 有没有听过Andy Warhol Andy Warhol就是 前一阵有的台湾展覽 慢慢民政府的人 就要开始看得多 玛丽的门路 他就直接印刷出来 卖你钱 这有漂亮吗 有过水吗 这是Jeff Kuhn做的 小朋友这么高 有没有可爱 在瀑布艺术 漂亮吗 漂亮 颜色各方面都吸引人到极致 不要再去看黄色小鸭 就算要看那个瀑布艺术 也看这种比较有水准 为什么不知道极数那么低的 跑到台湾台里那么多人去看 Cheap 太廉价了 台湾人太廉价了 好看吗 好看哦 你们在做梦 很好看 对不对 一个女性艺术家 好特别 叫Sandy Skoglum 你们去看 马上让你们进入一种情境里面 Surreal 叫做超现实主义 好棒 有没有很棒 这是帝国的艺术 我们自己的家人都去用本手刺到大 看到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 但是你现在知道这是好东西 是不是好东西 你们可以感受到这是好东西 这是帝国的艺术家 Roy Leckenstein 这是以前的纽约 这在1907年 这是18多少年前的纽约 你看电话线多少 所以没办法跳楼自杀了 跳楼一半就卡住了 就叫救生员把你叫下去 对吗 密密麻麻 手都没出 纽约变成这样 1907年已经钢古结构 改大楼 纽约1907年 中国那时候还清掉了 我来现在的纽约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 我们高级班 高级班以后要当 来我看看我来跟你们讲什么 几个概念给你们 来 我们在座各位 上过不算 不用回答 认为自由幸福快乐 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请举手 我几四人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 来 举手 有没有 就这几个 大家不是追求自由幸福快乐 没关系 自由幸福快乐 你说你跟这上面没关系 你这辈子追求的人生的目标 就是自由幸福快乐 请给他手 有没有 就这几个人 好 请放下 错了 你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举个例子 跟你解释为什么 因为自由幸福快乐 是副产品 是一种感觉 它不应该是你追求的目标 我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医生 把赚钱当作他追求目标的人 你敢去看吗 有一个医生以赚钱为目标 这款医生你看看 不敢 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说 我要提供给病人最好的服务 治疗 就很好 对吧 这款医生因为这种态度 目标设定对了 所以很多病人来看他 对不对 因为很多病人看他 所以他赚很多钱 对不对 那就对了 这种赚钱就对了 因为他的过程对 没错吧 所以你要看 所以自由幸福快乐 是副产品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 把目标设定对之后 这是伴随而来的事情 你不可以把自由幸福快乐 当作目标 否则有个女生说 这男生好像可以给我带来 未来带来自由幸福快乐 我就嫁给他 嫁完以后发觉 这撩人 这个草包一个 换人 所以他会跟他离婚 再许一个 再嫁给一个 这个又不行 再换 这样不对 不对 你应该说我爱这个人 我愿意跟他一起 严守知足 两个人努力的工作 建立一个家庭 生个孩子 对吧 爸爸做 爸爸该做的事情 妈妈做 妈妈该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书 回到家里面 爸爸妈妈煮一顿 丰盛好吃的晚餐 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 对不对 这样对 也就是说 你台湾人如果注重结果 你不管他的过程 比如说你做收拾 我贪到钱 贪到钱就好 我没办法去做 但是你如果坚守一些原则 达到目标 这样才对 所以台湾人你不要让其他人骗 我给你们快乐 但是你的手段不对 我给你们台湾人都贪钱 但是你的手段不对 你是流氓难民要在这就地合法 我民进都要在promise 但是你在中华民国的流氓体系 给你自由 幸福 快乐 手段不对 要我拿到我也不合法 我也不会快乐 但是整个台湾就去骗掉了 现在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要自由幸福 科要最快的 马上就可以instate你 马上给你爽 对 马上自由幸福快乐 这样对不对 所以台湾人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怎么获得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合法获得 你是不是理所当然 明正言税的得到这个东西 我现在跟你说台湾人要投报 真理告诉你你是谁 对不对 我们是M174的后代 你刚才在虚假的架构里面 你已经嫁给人 你嫁给大日本帝国 你是天皇的臣民 你难不成违背这些誓言 自己要自己冲作一个东西 要去享受他的东西 就不对 在一个虚假的架构底下 建立你的所谓 自由幸福快乐的社会 是这样吗 你得到心不安理不得 你讲话言不正 名不顺 名不正也言不顺 那就是你如果骗到外戳去 拜台湾人就这样 不会撑过多少年 现在不要讲这个 我今天要 因为你们是高级班 我就当你是高级班 来教这个课 我要教高级班 来最后讲一个简单的 高级班的人以后会做什么 做决策 比如说你当议员 还当内阁官员 很简单一个法案过来 以后大卖场的 因为我们要减能减碳 所以大卖场的温度上升 2度好不好 可不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不可以 你要讲个理由 为什么不可以 温度变高之后 大家不想去卖场了 人家就好 你在卖场卖的东西 卖不出去怎么样 产业就衰退 萧条了 萧条之后又影响到工作 所以你只是一个单纯说 我们要减能减碳 结果你做的结果是什么 经济不是让你 劃起来就劃 劃落就劃 它一起来一落下就要十几年 像日本一下十几年起不来 可以这样 所以你的政治者的决策 牵一法动全身 那有些人就跑掉了 会痛对吧 你们不想什么叫 牵一法动全身 叫你头上就这样 整个人就跑掉了 我头上就叫他 搓就好了 叫耳朵也可以 这就是这个 所以你们如果不知道 什么叫做经济 什么叫资本主义 拜托美国人对台湾人说 你民政府要站起来 两件事情不能做 哪两件事 第一个不能讲 划台独 你不可以台湾独立 为什么不能台湾独立 为什么不可以 台湾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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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还有美国为什么不准利 日本地方没有做 对 我占领的地方 你独立什么 我占领的 你要独立的时候又打 所以独立代表战争 战争不是中国人要打 是美国要打 我占领的 你独立什么 你是要再一次战争吗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不能什么样 不能独立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不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变成共产主义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国家 你知不知道 是先有共产主义才有资本主义 还是先有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 那我们知道 当然先有资本主义产生那些后遗症 共产主义才有反 就是很多人被欺压在下面 大家很辛苦 然后共产主义说 我们当然穷人要翻身了 这产生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你知不知道 资本主义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知不知道 这概念怎么产生的 你知不知道 国富论怎么来的 都不知道 所以以后你们自己要去补充 我只是给你一个架构 一个structure 慢慢你们补上去好不好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之前叫做黑暗时期 一般的人在这个世纪之前 大家都先来种资品 做一些简单的工艺 但是十六世纪的时候 迪卡尔发现方法论 研究方法论 也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分析的原则跑出来 之后在天主教里面 教师给你研究 比如权利率什么一大堆 你们有喝水吗 不要讲那么深 有嘛 喝水会沖烟 对不对 滚起来的时候会冒烟 几万年来的人 煮水都会冒烟 对不对 偏偏只有那几个人 发现冒烟有用 就变蒸汽机 combustion 变蒸汽机 只有那几个人发现 你其他人都不够聪明 人家每天在煮水会冒烟 这个很正常 你有感觉理所当然 可是只有一两个人发现 这可以推动机器 最后产生一个蒸汽机 可以推动火车 所以以前做一双鞋子 一天一个人 一天只能做一双 可是他从现在开始 一天可以做一千双 一个人一天可以做一千双鞋子 做这么东西 就给他技术 技术是制造很多产品 到市场上去卖 对不对 然后你再制造一个什么 金融系统 拿上去卖再用钱 给他一个reward 所以第一个阶段 insight给你insight 就是动建力 对大自然的动建 大自然里面很多奥秘 你如果去探索的话 很多好东西会跑出来 对不对 你们怎么知道说 机体电路这些东西 这些微量严肃居然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你做到电脑今天不知道研究 我们不讲那么深 一开始给人家动建力之后 给人什么 发明机器 给人家power 能力 这个power在变成什么 给人家拿去卖 赚很多的reward钱赚回来 这个钱再拿出来做R&D 继续研究发展新的东西 然后继续咬咬咬咬咬 这叫资本主义的运作 知道吗 大家好像有点off掉了 对吗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地咬 所以在资本主义里面 有钱人要觉得买不完的好东西 我要一直买一直买 对不对 那穷人觉得我只要一努力 我就可以往上爬 这样这个轮子在咬咬咬咬 没错吧 如果有钱人觉得生活很空虚 那做东西要卖给谁 是不是经济就起不来 所以如果有钱人都去吃灾念佛 都奥弥陀佛 事欲都没有了 欲望都没有了 这世界就完蛋了 是不是 穷人如果觉得都很满足 我要什么都有什么 像共产主义一样 你们家没水 我给你水 你们家没电 没电 你没饭什么吃饭你饭 那人就没有斗志了 是不是 他们就不想努力 所以这个就咬不开了 这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是不断让穷人 一时有新的东西出来 最近在日本就是有概念叫做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是什么 日本现在年轻人就住在家里 一个月不要拿到一两万 打个工就好了 零工就好了 这些钱就够他活一个月了 为什么上网免费 过后就不要多少钱 你可以看完所有的电影 你要卡拉OK 跟朋友九九几两 一八千元 不再扣得一张盖管 肚子饿 7月份便当 不然就出来一家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努力 他就日子过得还不错 UNIQLO买过季的衣服也是很便宜 对不对 日子就很好过 而且还蛮fashion 时尚也可以 所以这种就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也就是这年轻人发觉 我如果要往上爬 社会上往上爬 我的阻力比较大 我变成朝九晚五要去上班 大叫做老闆妈 对不对 我要辛苦工作 打个磕碎又要骂 所以整个买惊就 stay low 所以久而久之之 变成下流社会 那下流社会有一多 这个资本主义就加不上了 就没有动力往上的动力 有钱人觉得在共产 所以为什么共产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敌人 就在这里看得出来 因为共产主义系统里面 有钱人是罪恶 对不对 在共产主义有钱人是罪恶 在下面穷人是大爷 所以你要让穷人满足 这个卷得起来 咬不上了 所以为什么他是资本主义的敌人 可是因为资本主义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什么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这个运作之后 现在几乎没有文盲 现在大家都上网 对不对 你文盲怎么上网 不可能 一定会学 而且学得很快 什么资料短时间就学会 你要日文 我也可以上网自己就会学 对吧 所以像网路让大家手机 智慧型手机 你不要真的说 本来文盲就一定会学到会的 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 让人的知识普遍 第二个 Decise was cured 以前一个黑死病 像伊波拉这样一出来就死不到几百万人 整个欧洲会死掉三分之一人口 可是现在怎么样 短时间里面 马上就去打击那个地方 对不对 把封锁起来 所以说科技 拜科技所持 你短时间在实验室里面 就发展新的疫苗来对付它 过去你如果没那么多钱 去做实验室 standby UB 放在那里 哪有可能有今天这种解决疾病的方法 没有 不可能那么快速的打击 所以人的平均说明也延长了 对吧 过来 Proper was eradicated 已经慢慢没有穷人了 有人说一个妖怪 独肥是那个国家却不占出宠 像非洲一些国家 钱都被一些人掌控出 害死人 一怪 你管 正常国家你只要有轻受 一定有扑腾子 对不对 现在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 那再来 现在战争都改变形式了 不会大量的 大量的屠杀人民的 就是我刚才讲斩首行动 所以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 当然它也有副作用 可是副作用是利用新的科技去克服 而不是或者尽量去修正 所以现在资本主义也是修正的一个主义 看在 好了 下一步是什么 资本主义里面有一些 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 问WBD要买冷气 暖气 现在冬天到了 要暖气 冷暖皆用 夏天可以用东西 所以我就上网打 我家平数多少 我需要几吨的冷气 暖气 我的预算是这样子 打进去以后 大概同一个位阶的品牌就跑出来 我站在里面去选 看客户满意度怎么样做的调查 最后选我要的 这样对吧 这样对 所以在这个资本主义运作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什么危机 好的东西应该不断的被鼓励 对不对 做坏的应该被淘汰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对 日本的东西越做越好越贵 卖不掉 中国东西越做越烂 越便宜 大卖 这就是什么 这叫惩罚性的制造生产 惩罚性会让这个轮子转不动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就是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第一个资讯不够充分 在共产国家里面 政府补贴 让你有不公平的竞争 就造成努力工作的人被discourage 失去努力的动力 作烂的人一直用仿冒 偷的抢的拐的骗的方法 反而起来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贸易障碍 所以为什么要把你拉入 所谓的贸易体系里面 就是有它的游戏规则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如果仿冒我一定罚 科重 你如果政府substite我科重税 就是要打破这所谓的贸易障碍 现在知道了吗 大家概念有了吧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概念的系统 为什么台湾民主出来后 不能走共产主义 就是这个 美国怎么会温顺一个 它在你的地方 变成这个情况出来 不可能 高级班就是讨论这个 慢慢让你们有概念 以后你们到 另外一边上课的时候 我会讲越讲越更细 越讲越更多 来再讲一个最后简单一个故事结束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 不是 越战 越战是谁打谁 美国打越南 对不对 有些美国兵被抓到越南的俘虏营 关起来 住在集中营里面 对吧 俘虏营里面 不是集中营 俘虏营里面 有一个月战结束之后 美军就带着一个帆布袋 回到他的家乡 第二天马上冲到银行 把这帆布袋 放在银行的柜台上面 放下来 老闆 不是 小姐 我要存钱 那个小姐说 先生你要存多少钱 我要存8千万 我小姐说8千万很多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我的能力范围 我请我们经理出来 他经理就走出来 先生听说你要存8千万 对吧 8千万 我可以看你的钱吗 当然可以 他就从帆布袋里面 一捆一捆的钱 用橡皮筋绑起来 拿出来给他放 对好对 那经理就拿一个 先生 先生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这是大富翁的玩具钱 有人会笑 因为他知道什么大富翁 你们不知道大富翁是什么 知道一种游戏 玩具 玩具钱 他说你这个开玩笑 那个越战退伍军 没有 我没有开玩笑 这个钱 在我们越南的那个 俘虏鱼真的可以用 我可以用这个去买牛排 我可以买八国红酒 我要特别设备使用这个也可以 你知道他关久了 里面形成一个体系 对不对 这个经理也不是省油的灯 就跟他讲什么 只可惜你这个集中已经关掉 俘虏已经关掉 要不然我是想 用一些美金 跟你换这些钱 进去里面享受 现在知道意思吗 1972年的时候改革开放 之前 中国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他也印钞票 没有用 没有人承认 所以他跟外界要接触的时候 是什么 以物换物 用东西换东西 火车运多少 我讲说多少的牙膏牙刷 换你的石煤炭 就这样玩了玩去 没错 因为没有金钱系统 等到1970年的时候 中国开说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有钱 我们里面还是大锅块 穿毛装 对不对 他想完蛋了 这下去就被灭掉了 因为没有竞争力了 外面越来越厉害 越在享受生活 关不住 所以开始要想说 我原来也要玩大富翁 那你要玩的时候 你可以用里面的钱来玩 不是 我这样随便问 你要玩大富翁 可不可以拿台币去玩大富翁 刚刚跟你笑了 你一定要用大富翁游戏里面的钱来玩 对不对 你要进入一个系统 一定是用那种系统里面的钱 除非有一个退换机制 比如说你到casino去玩 一定要兑换当地的代币才能玩 一定是这样的 既然共产主义国家要跟 邓小改革开放 就是跟西方国家说 我也要算 你刚开始玩的时候 一定要换 人家要送你2000块 当作赚你的 要不然你没有钱开始 所以西方国家一开始 你中国做的东西谁要 毛装 脚踏车 没人买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你成为资本主义有用的人 要教你怎么制造 生产 技术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大量的资金 技术进去中国 所以中国突然有钱 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是大量的西方的钱 来教你教到会为止 要不然熊熊的 怎么会突然变那么多钱 赚你的 照理说 你如果从这里面得到好处 你要做什么事情 用这些钱 去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准 提高生命的生活水准 对吧 让人民的享受越来越好 越来越开放 结果不是 他钱拿来以后做什么 去买武器 准备要打仗了 第二个 继续前进人民的思想 网路把它封起来 还要跳墙的人出来 第三个 还去买石油 储备油准备要打仗了 不光是买武器 你买武器是OK 如果只是for self-defense 你要自我防卫OK 如果是攻击器往外国打 那又不一样意思 他整军战备的方式是要打 对不对 可是他一开始 不敢直接挑战美国那个老大 他最后最严重的 致命的一级是什么 他想把美金换掉 从此以后不要用美金计价 对不对 这个就是挑战的道理 你是来玩还是来翻桌子 你要进来拔车 你就要按照这里面规矩 哪有说这钱都不要赢 赢我的钱 顶算了 你是来拔车的 那就很严重 对不对 可是他要挑战 他以为他 他因为他钱赚多了 他觉得他老大 他市场最大 可是他不敢直接挑战美国 他要挑战谁 日本 所以前几年都是挑战钓鱼台 第一个挑战日本 因为日本那时候下来了 所以现在老大要做什么事情 美国是老大 我也想想办法让老二变强 老三压下去 对不对 没错吧 我不会 因为老三是一个像野蛮人一样 他还没学会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就要当老大了 以后大家都毁了 所以我会把你压下去 所以从那时候 三年前我讲到现在就是 整个经济的宏观条件在改变中 改变什么 日本会越越起来 中国会下去 到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 好 我今天讲到这边下课 多谢orge 多谢 多谢 多谢